小盈莹成功进化 韩森想带着宝和小盈莹 再去一趟地下世界 她怕自己离开得太久 灵妹儿会遭了零十三的暗算 可是还没有等韩森离开 李影碧库所 就感觉到有一股十分强劲的气息 向着李影碧库所 让韩森忍不住微微皱眉 她已经知道那气息的主人是谁 就是已经来过两次的异灵 来自天外庇护所的清乐 韩森连忙躲回了异灵神殿 让绵羊和青牛这两个 最会忽悠人的家伙去迎接清乐 看她到底又来干什么 绵羊和青牛带着几个手下的一生物 迎出了大门 绵羊满脸堆笑的上前 清乐大人 您能大驾光临 真是令我们李影碧库所同地生辉 不知道大人此来有何要事 我们也好积极配合大人行动 清乐脸色阴沉 从现在开始 这座庇护所由我主宰 以后你们就都跟着我吧 清乐现在的心情非常不好 原本韩森成为唯一一个 从神秘庇护所中出来的人 而韩森又是他和玉炫一起推荐的 按理来说也算是大功一剑 可是因为韩森没有能够带回 特别有用的情报 天外也没有能够打下神秘庇护所 所以这功劳也就没有了 功劳没有也就罢了 因为他和玉炫走得比较近 又受到了玉庙的排挤 被赶来这里住所 说是管理这一片区域 实际上这就是一片 全山恶水的天僻存在 庇护所都没有几座 李影庇护所已经算是 其中一座比较主要的庇护所 而且原本的主人韩森又已经灵魂受损 实力也比较弱 所以清乐就打算要住在这里 听到清乐这么说 绵羊和青牛都是脸色一变 大人 我们这小小的庇护所 哪里能劳驾您亲自管理呢 您想要什么只要说句话就成 小的们给您办 绵羊连忙劝你 费什么话 带我去一灵神殿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老大 清乐现在心情十分的不好 根本懒得和绵羊废话 直接就往庇护所里面走 是是是 老大里面起 绵羊眼睛一睹 顺眼睛成 韩森现在怎么了 清乐一边往城里面走一边问绵羊 绵羊一脸嫌弃 他呀 脑子有问题 早被我们赶出去 一个白痴留着还有什么用 总不能让一个白痴给我们当老大了 是啊是啊 那人傻得厉害 连公母都分不出来 别说当庇护所之主 当奴隶都没人要 清流也负荷 那倒也是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清乐又问道 谁知道 偶尔能够在庇护所的小巷子里面看到他 捡些其他生物吃剩下的骨头啃啃 你不知道内馋的有 那么大个骨头棒子 一点肉都没有 他硬是啃巴鸡香 绵羊说得口莫横飞 清乐听他们这么说 也就懒得再问关于韩森的事情 转而问道 现在庇护所谁做主 绵羊和青年装容作业 一口同声的恭维道 现在不是老大宁做主吗 我是说我没来之前 清乐瞪了他们一眼 老大宁说没来之前 那是一个叫差代的女艺灵做主 前夕天出去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也不知道带什么去了 我们这些人也不敢问 绵羊应付回道 清乐又问了一些 关于刹那的事情 绵羊和青牛都是一问三不知 谁也没有透露半句 不过清乐对于绵羊和青牛 一口一个老大的恭敬态度 还是很慢 又逛了一圈李颖庇护所 对于这里的发展也很慢 最后就在一铃神殿里面 住了下来 让绵羊和青牛 召集庇护所内的大佬 明天他要开个会 让李颖庇护所的生物 都知道他倾庭成了 庇护所之主 绵羊和青牛自然满口答应下 等离开之后 就鬼鬼祟祟的 来到了庇护所的一个食屋内 韩森和叉的女帝 宝 小盈盈 小红马 星海神兽等一帮核心人物都在 老板 我们已经稳住了清乐那孙子 现在该怎么办了 绵羊把经过说了一遍后问韩森 要不然我们悄悄的 趁他睡觉的时候 一优而上把他给干掉 青牛眼中闪过一丝杀鸡 韩森摇了摇头 清乐毕竟是天外庇护所 我们现在还没有实力和天外斗 直接杀了他 先不急 你们先委屈一下跟着他几天 我自然有办法对付他 绵羊和青牛伸起一个蹄子 把胸壶拍得啪啪响 老板你放心 我们对你们是忠心耿耿 就算肉体在清乐那边 心也是老板明白 很好 跟着我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只要有我在一天 你们在李颖庇护所都是爷 韩森化了个大的 你们先回去 免得引起清乐的怀疑 他想要做什么 你们就先按照他的要求去办 绵羊和青牛离开食屋之后 一边走还一边商议 老羊 我们到底是跟着老板混 还是跟着老大混 青牛压低了声音问绵羊 他一直和绵羊走得很近 而且对于绵羊的能力和智商也很信任 凡事都以绵羊马首是瞻 绵羊白得太易 当然是谁厉害跟着谁混 那就是跟着老大混了 他是天外庇护所出来 肯定比老板强 青牛思索到 绵羊伸出蹄子踹了青牛一蹄子 撇了撇子 你懂个毛 轻恶再厉 那也只是个下人奴仆 我们跟着一个奴仆有什么前途 难道你想当奴仆的奴仆啊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 谁厉害就跟着谁吗 青牛不解读你 绵羊一脸恨铁不成钢 你傻呀 老板是什么人你还没看着 可老板一眼 轻恶算得毛啊 要不是他有天外庇护所的背景 老板一根手指头都冻死他 他凭什么和老板斗 老板有这么厉害 青牛瞪大了牛眼 所以说你傻呀 反正你别管了 我们就跟着老板走准没错 而且有老板在 我们在庇护所那就是你 走到哪里被高看一眼 难道你想跟着青乐当孙子 就我们这实力 恐怕人家根本看不上你 青牛瞎了瞎 说的也是 我们这点实力 要不是老板赏识 把庇护所的事情都交给我们管理 我们哪有现在这么风光 就是嘛 再说老板也没有逼我们和青乐翻脸 就先这么走 林颖庇护所被青乐霸占 韩森在交代绵羊和青牛应付他之后 自己连夜出了庇护所 他倒不是怕绵羊和青牛去告密 青乐也就是一个皇族级别的一灵 也就拥有宝石基因盒 韩森一点也不怕 如果不是不想惊动了天外庇护所 直接就把青乐给干掉了 反正青乐是臣服过的一灵 他的灵魂之士已经与自身融为一体 没有复活的能力 杀了也就杀了 现在韩森也没有打算放过青乐 他是准备要去地下世界 弄几只石死巢过来 把青乐给干掉 这样天外庇护所查下 也不会想到他身上 韩森刚出庇护所眉级里 一个白色的身影便迎面走过来 韩森仔细一看 那是一只通体雪白的大猿猴 足有三米多高 一身的肌肉像钢铁般隆起 全省毛发血 身体却如同乌鲸一般 韩森的动旋气场 关气之素非同反省 虽然这血缘已经收敛了身上的气息 可是韩森却感觉得出来 这家伙的生机十分可怕 连那只暴走石死虫都不如他很多 韩森现在没有心情招惹完了 就准备绕开这头血缘 走其他的道路 谁知道那头血缘却眼尖的很 早就看到韩森了 双足发力狂奔 好像火车头似的冲到了韩森面前 怒声问道 你是不是领影庇护所的人 韩森看血缘这表情 心中暗道 这血缘看起来是有八九十来找麻烦的 于是韩森连忙装道 我在领影庇护所住 不过被赶了出来 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那正好 你带我去庇护所 等我撕了庇护所的主人 就没有人会赶你走了 血缘冷和 韩森听了心中暗自打了的韩战 庇护所的主人 那不是就是说的自己 主人是轻恶的 韩森想到这里顿时眼睛一亮 问那血缘 大人您和那庇护所的主人有筹码 不共戴天 血缘憎怒的吼巴 韩森带着血缘向着领影庇护所的方向走 心里面却是偷着乐 一路上韩森旁敲侧击 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这头血缘大有来历 是超级神生物瑞月神缘的后代 不过瑞月神缘生了他之后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消失不见了 留下血缘独自生 不过不凑巧被路过的南离天 抓了回去放血做试验 南离天没想到自己运气那么好 能够捡到超级神生物幼体 不过可能是血缘的血脉不纯 南离天并没有看出来 它是神血生物幼体 抽了不少的血拿去给苏明华做试验 幸好血缘激励 趁着南离天不在庇护所的时候 找了一个机会逃了出去 结束了那段悲剧的小白鼠生涯 后来血缘又得了不少的奇遇 一直到了现在 血缘已经晋升了超级基因核 所以就回来找南离天报仇了 不过因为血缘被抓来的时候还很醒 又过去了那么多年 他根本不记得南离天长什么样 也不知道抓他的人叫什么 只知道是那座庇护所的主 所以一直嚷着要把庇护所的主人 给撕了报仇 韩森心中暗得好喜 还好有亲了那个家伙 否则我就是庇护所的主 这头超级血缘上来就撕了 那也太冤了 还好血缘的脾气不坏 虽然有些暴躁 却没有打算要伤害其他生物 带着血缘一路来到了离颖庇护所 血缘一看离颖庇护所的模样 眼睛顿时就红了 咆哮着说道 没错 就是这里 就是这座庇护所 说着血缘就要冲进庇护所内 韩森连忙叫住他 大人 您先别冲进去 为什么不能冲进去 难道你想要拦我 血缘顿时恶狠狠地瞪了韩森一眼 好像韩森拦着他 就是和他有深仇大恨事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又不记得庇护所的主人长什么样子 您现在这么强大 就这么直接过去 那龟儿子吓都吓死 知道你是来找他报仇的 哪里还敢认自己是庇护所的主人 到时候肯定就装孙子跑 韩森连忙说道 血缘成鹰片刻 好似觉得有道理 韩森见状连忙提议道 这样吧 大人您还像刚才那样收敛气息 委屈您跟着我一起进城 我带你去找那个庇护所知己 由我来当面问他是不是庇护所知己 如果他承认了 那肯定是您的仇人无疑了 到时候您再撕了他也不迟 血缘一听觉得这个办法好 便收敛气息 你快点带我去找那个红蛋 我要立刻撕了他 韩森应了一声 带着血缘就大摇大摆地 往地附所里面走 而且还直直地走向了一陵神殿 被抢去庇护所的韩森 原本想找来使死虫干掉清乐 却意外撞到对李颖庇护所 难离天有仇的白云 一番忽悠下 成功将欺骗者 此时一无所知的清乐 正在一陵神殿之内等开会 李颖庇护所发展的比想象中要好 自己以后能够在这里捞不少的优势 正暗自得意 却突然看到有身影进入了庇护所 清乐以为是来开会的地头蛇 本来不在意 不过看到韩森 不由微微皱眉 韩森 你来这里干什么 清乐现在对于韩森可没有一点什么想法 韩森对他是一点用也没有 自然也不会再对他客气 我还要问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凭什么坐在那个位置上 韩森与气愤慨地问他 凭什么 就凭我是李颖庇护所之子 清乐一脸嚣张 在韩森面前直接宣示了自己的地位 韩森一听就乐了 还以为总得再说几句 才能够套出清乐的话 谁知道清乐这么嚣张 上来就一口说了 让原本准备好的套话没了用处 你真是这座庇护所之子 雪原倒是没有直接冲动地动手 远着心中的怒火又问了一句 我不是庇护所之子 难道你是不成 清乐没有动玄气场的秘密 自然看不出雪原身上的生机不疼反省 再加上他知道这片地方 根本没有什么能够上得了台面的一生日 所以心里面没什么顾忌 一副为我独尊的架势 韩森一听清乐说这话 顿时心中一块大石落了下 这可是自己作死 可怨不得别人 果然在听到清乐的回答 雪原顿时暴走 雪白的雄壮身体一闪就到了清乐面前 地霜如同乌鲸般的爪子 一下子抓住了清乐的脑袋 清乐大惊失色 你是谁 雪原冷喷一声 我就是当初被你捉来抽血毒打的小猿猴 今日你原爷爷就是来报仇了 清乐听得满脸 想要辩解什么 可是还没有张开阻 雪原双爪一用力 顿时把清乐直接撕成了两半 鲜血顿时喷了一地 清乐这种异灵 竟然没有还手的余地 清乐是臣服于天外必复所异灵 灵魂之石已经与自身融为一体 和刹那女帝的情况差不多 可以把灵魂之石暂时放入异灵神像 可是却早已经失去了复活的能力 现在被雪原直接撕了 根本就没有复活的可能性 雪原看着被撕成两半的清乐又不解气 双拳狂砸而下 把清乐的蚕食和地面一起砸成了烂泥 惨 真是惨 绵羊的老大你也感念了 自作孽不可活呀 韩森看着死不瞑目的清乐叹息 而一旁的绵羊和青牛都已经看伤 怎么清乐好端端的就这么被干掉 而且堂堂一个皇族异灵 竟然连还手的余地都没了 那些打来开会的金水魔人等一生物和异灵 也都看到了这一幕 心中更是震惊 砸死了清乐之后 雪原转身就走 对这里没有丝毫的留恋 韩森连忙提醒了一句 大人您要小心啊 他是天外庇护所 回头天外庇护所知道他死在了您手里 可能会去找您的麻烦 哎多少我杀多少 雪原暴力地说了一声 直接大步远去 老板 您真是英明神武气运非凡 刚来了清了这么一个麻烦 就有人帮您解决了 一灵神殿之内 黏阳一脸羡被上前 清流也不落人后 老板 你简直就是上天的主 英俊潇洒又年少有为 整个庇护所的母牛都为您心动 好了 母牛你自己留着吧 韩森想了想对他们说道 如果天外庇护所再来人 你们知道怎么说吧 当然当然 室内头雪原寻仇杀了清乐 清乐那家伙多情不义 仇家那么多 被杀了也是很正常的事 黏阳连忙回应 很好 实话实说 我喜欢 韩森一脸坏笑 多谢老板夸奖 小的以后定当继续为您 安前马后付汤刀 黏阳顿时来了精神 韩森把庇护所的事情 交代给了黏阳和青年 这两个家伙虽然滑头 做事能力还是很强大 韩森也没指望 他们真的能够忠心耿耿 只要能够管理好壁库所 多多帮自己赚钱就行 一般的强大一生物和一灵 可没有这样圆滑的能力 他们再怎么强 在这方面也不如绵羊和青油好用 把刹那女帝 他们留在了壁库所 也没有带小盈盈他们 主要是韩森去地下壁库所 用的是超级地灵和金帝的身份 带上他们派以后穿帮 宝区是不会留下 一定要跟韩森去 而且宝和圣藤也有关系 将来肯定要跟着韩森 进入暗灵庇护所 所以只好带上了宝 临走的时候 宝坐在韩森肩膀上 还得意地对小盈盈 露出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小盈盈确实没有理他 镜子走回自己的床垫上面休息 好像根本不在意一般 倒是让宝十分生气 来到面具庇护所 还好灵妹儿安全无视 韩森不在的这段时间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看起来那次失败之后 林十三他们还没有想到 更进一步的守抬 经历 我发现了一处 有高级基因植物的地方 可是王蛇不可带我进去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灵妹儿对韩森说道 什么高级基因植物 韩森对于一般的基因植物 可没什么兴趣 那是一个洞穴 里面长了很多蘑菇 看起来很高级的样子 我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灵妹儿想了想描述道 韩森暂时还没有想到 对付林十三父子的伴 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 就跟着灵妹儿去看一看 那些蘑菇 是什么等级的基因植物 在灵妹儿带领下 韩森很快来到一个山洞前 灵妹儿突然指着前方说道 就是那种蘑菇 韩森顺着灵妹儿手指的方向 看过去 果然看到了一个 类似于香菇形状的 菌类植物长在岩石缝隙 弓体血来晶莹 足有拳头那么大 这里也没有什么异兽手部 你怎么不自己摘 韩森用洞悬气场 四下里面扫了死 并没有发现其他生物存在 有些疑惑的问道 摘了 可是摘不到 灵妹儿有些无奈 你去世一下就知道 韩森没有感觉到什么危险 也就直接走到了 那棵蘑菇的旁边 伸手去摘蘑菇 可是他的手却 好像是穿过了幻影一般 那看起来如同食指 还散发着香气的蘑菇 竟然一点触感都没有 奇怪 这是幻影吗 韩森无疑地打量着那个蘑菇 百里透了 还有香气弥漫 而且动拳气场 也确实感觉到 他身上散发着 磅礴的生命气息 很可能是神血级的基因植物 韩森伸手又去摸了摸 手掌再次透了过去 完全碰触不到魔鬼 这还真的奇怪 怎么会摘不到呢 韩森用动拳气场 扫描了好几遍 怎么看这都是 活生生存在的东西 不可能是幻影 可是无论韩森用 什么样的力量 却始终碰触不到他 里面还有好多 灵妹儿说着就往里面走 韩森跟着灵妹儿 继续往里面走 果然又看到了 很多同样的魔鬼 大大小小数量很多 大的都有足球那么大 小的也有拳头大小 韩森又在里面试了试 可是依然碰不到这些魔鬼 宝看得好奇 就从韩森的肩膀上面跳了下来 伸手摘了一颗 他的小手抓住了魔鬼 稍微用力就直接摘了下来 果然还是宝利 韩森按道 爸爸 给你 宝把蘑菇放在韩森手里 也不知道是因为已经被摘下来 还是说被宝碰过的原因 蘑菇落在韩森手里 已经有了食指 并没有穿过韩森的手掌掉下去 韩森拿着蘑菇轻轻地捏了下 原本想要捏下一小块 尝一尝这蘑菇到底有什么用 可是他这一年 整个蘑菇都直接炸 一缕白光射入韩森的眉心 同时一个声音也在韩森脑海中响起 系统提示 获得普通级兽魂炸弹菇 这东西竟然能够出兽魂 韩森心中大为惊讶 向着自己的魂海中看了看 果然看到一个白嫩的炸弹菇在那里 又看了看他的资料 炸弹菇 普通级植物兽魂 植物兽魂有什么用 韩森还在不解释 宝那边就又摘了一条 不过这一次宝没有给韩森 他见韩森捏爆蘑菇 觉得很有趣 小手就自己把蘑菇给捏爆了 爸爸 我得到了一个神血兽魂 宝一脸兴奋地看着韩森 不会吧 怎么差距这么大 我得到的怎么是普通兽魂 韩森顿时瞪大了眼睛 宝 你再帮爸爸摘一段 韩森心里面部信息 如果这蘑菇真的能够出神血兽魂 没有道理他只能出普通兽魂 宝应了一声 伸手要摘蘑菇 韩森却又连忙喊道 那个太小了 只有拳托那么大 肯定出不了高级兽魂 你给我捡那边那个 保照着韩森的意思摘了一个给韩森 韩森拖了拖 感觉重量比之前自己捏开的那个重了好几倍 这种基因植物 一看就知道好怪 大的肯定就是吸收的生命契机多 长得又好 说好兽魂的几率就高 韩森说着手掌一捏 顿时一道白光从蘑菇里面射了出来 进入了韩森的魂海 系统提示 获得普通兽魂炸弹箍 我去 怎么还是普通兽魂 韩森脸都黑了 也不想再浪费机会 直接让保自己全部来 我获得了超级神兽魂炸弹箍啊 韩森为言差点养天喷出一口毛血 手都颤抖 虽然面前还有蘑菇 可是他实在下不去手再捏了 实在被打击得太厉害 不过韩森转念一息 保毕竟不同 他不是一般人 能够捏出高级兽魂也很正常 我也不能算是运气差 只是和普通人一样罢了 你们在诞什么 这些蘑菇到底有什么用啊 灵魂在一旁探了好一会儿 有些好奇的问道 韩森顿时眼睛一亮 把一个蘑菇塞给了灵魂说道 你把蘑菇捏开试试看 在前面三个庇护所的时候 逸灵除非臣服于人类 否则没有办法使用兽魂 在第四庇护所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如果逸灵获得不了兽魂的话 他们捏爆基因果实会得到什么 韩森对此还是有点小期待 毕竟基因果实不可能 因为一灵无法使用兽魂就什么也不出 灵魂看韩森和宝捏蘑菇 刚才就很心动了 别想要捏捏看 现在韩森给了他蘑菇 二话不说就直接用力捏爆 只见一道白光从蘑菇里面飞了说 直接摄入了灵魂的眉心 灵魂顿时露出了惊喜之色 我获得了一个原始兽魂 韩森顿时感觉心里面有点堵了慌 虽然只是原始兽魂 可也比他的普通兽魂要好 韩森把剩下的两个也给了灵魂 结果灵魂又捏出了一个便衣和一个原始 这才是正常人的水平 什么破玩意儿 才不稀罕 想当年 哥打怪得到的高级兽魂 连起来都能绕联盟三圈 谁在乎这种破兽魂 白德的兽魂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高手根本不屑于用 像我这样的强者 根本不需要这种兽魂 韩森眼角不停地抽搐撇着足 保摇摇晃晃晃地在蘑菇从中走来走去 不时弯腰摘下一个蘑菇 看起来玩得非常开心 爸爸 给你蘑菇 宝抱了好几个蘑菇跑到韩森面前说道 爸爸就不要了 宝喜欢就自己捏吧 韩森放弃了在捏的打算 感觉自己在捏就太浪费了 虽然这里的蘑菇着实不少 看起来应该有一百多个 不过有宝来捏的话 至少都能够捏出神血兽魂 那还是很有用的 普通兽魂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宝去采蘑菇捏兽魂 韩森就研究这些兽魂到底有什么用 所有捏出来的兽魂都是炸弹菇 只是等级不一样而已 换出了一个普通级的炸弹菇 顿时只见一个雪白的蘑菇出现在了韩森手里 让韩森有些惊讶 这东西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保持着原本的模样 炸弹菇 不会是可以当成炸弹来用吗 韩森随手把手中的炸弹菇丢了出去 炸弹菇落在地上 顿时就听到一声巨息 炸弹菇落下之后直接爆开 泛起一股白色的蘑菇云 岩石被炸裂了一块 我去 还真的可以当炸弹用啊 威力还不错 普通级的就这么力 那神血疾和超级有多大的威力呢 韩森心中狂喜 看着炸弹菇的威力 韩森心中很是喜欢 可还没等他糟性完 突然洞穴里面传来了尖锐的怪叫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向着他们这边冲了过来 很快韩森就看到在洞穴的身处 出现了一抹红色的光 而且快速地向着他们这边过来 等韩森看清楚了之后 才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哪里是什么红光啊 分明就是一只红头大蟋蟀 他的后腿力量十分惊人 一跃之间就如同瞬一般跳出老远 片刻之间就已经接近了韩森他们 看起来十分的愤怒 糟糕 是超级神生物 韩森抱起宝救跑 也没有去管铃妹 毕竟黑白王蛇就在附近肯定会救他 自己和宝钥匙跑不定 那就真是死路一条了 黑白王蛇可不会救他们 铃妹也拼命地往出口跑 可是他的速度比韩森慢很多 眼看着就要被红头蟋蟀追上 韩森听到外面有巨物撞击岩石的声音 顿时想到发生了什么 黑白王蛇身体太大进不来 想要进来就得把洞穴撞开 等他撞开岩石冲过了 铃妹的小命恐怕走就没了 眼看着红蟋蟀已经追到了铃妹身后 那如同恶魔一般张大的嘴巴里 满是锯齿式的牙齿 被他咬上一口 恐怕就算是钢铁也会被撕碎 韩森一狠心 回身倒月而起 从铃妹的头顶窜了过去 一掌拍在他的后背之上 用巧妙的力量把他推了出去 快速地冲向了前方 令他躲开了红头蟋蟀的影机 韩森清楚地看到红头蟋蟀上下 牙齿咬在一起 发出液体冲床一般的撞击音 从红头蟋蟀头顶掠过的刹那 韩森又是一掌拍出 只是这一只不是推灵二 而是拍在了红头蟋蟀的背上 这一掌韩森凝聚了只手遮天的力量 可是却像是拍在了钢筋上面一样 只是令他的秩序所微微抖了一下 韩森落在红头蟋蟀背后十几里的力量 而红头蟋蟀受了韩森一掌 虽然没有受伤 却也停了下来 慢慢脚步身来 盯向了韩森 来追我了 一个白痴唇子 韩森对着红头蟋蟀竖了一个中指 随后转身就跑 身体带起一道幻影 向着洞穴深处跑去 红头蟋蟀发出愤怒的嘶叫 跳跃之间如同瞬移一般追向了韩森 过旧的灵妹儿看着红头蟋蟀追着韩森远去 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似是有些的 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韩森拼了命地跑 可是红头蟋蟀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两个起落就已经到了韩森身后 韩森没有办法直接召唤出一个个炸弹咕 丢下了身后的红头蟋蟀 可是他拿到的炸弹咕售魂都是普通级 在红头蟋蟀身上炸开之后 根本对红头蟋蟀没什么影响 把你刚才得到的炸弹咕售魂给我 韩森边跑边叫 老很听话地把兽魂都转给了韩森 还有一个是超级神兽魂 韩森想不到自己的第一个半神级 超级神兽魂竟然是这么 人比人气死人 自己弄了半天都是普通兽魂 宝最低都是神血兽魂 还出了超级神兽魂 现在也容不得韩森感叹 背后的红头蟋蟀已经张着大嘴咬过了 眼看着就要碰到韩森的后背 韩森反手就是一个神血级的炸弹咕 丢进了红头蟋蟀的大嘴之中 只听轰隆一声 在一片白气喷咽之中 红头蟋蟀被炸飞了出去 韩森也被那冲击波给撞到 往前飞出去盆跃 撞在山壁上才停了下来 一次性的兽魂威力 果然要比同级的兽魂要大很多 这一炸的威力 都快要赶上超级神生物的力量了 韩森从地上爬起 有些惊喜地说道 可是还没有等他高兴多久 就看到从那白气和碎石沉苦之中 红头蟋蟀又冲了出来 炸弹箍在他的嘴巴里面爆炸 可是看起来并没有伤到 连一丝血迹都没有看到 他的速度也没有丝毫减弱 韩森只好继续往里面逃 里面的洞穴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借助复杂的地形 倒是让韩森有了和红头蟋蟀周旋的本性 否则只论速度的话 他根本不是红头蟋蟀的对手 即便如此 红头蟋蟀还是能够紧跟着他不放 有好几次都差点养到韩森 韩森到了危机关头 都会丢出一颗神血级的炸弹箍 就算是炸在红头蟋蟀身上 也能够暂时把他炸弹 可是炸弹箍的数量有限 跑了一个多小时 炸弹箍就差不多用完了 只剩下那一颗超级炸弹箍没舍得用 前面的洞穴猛然间开阔了起 许多的通道都到此而止 进入了一个大型的地下岩洞 韩森冲入岩洞之中 直接飞升而起 向着那岩洞上攀爬着的圣横靠了过去 红头蟋蟀从通道内冲来 也直接阵翅高飞冲向了韩森 韩森一直飞到了岩洞的顶端石熊之上 那红头蟋蟀也是猛冲着跟了滚 他的冲净凶猛了 眼看着就要在空中把韩森吞下去 可是韩森却像是一只鸟似的 在空中划过了一个美妙的无限 闪开了红头蟋蟀的咬积 红头蟋蟀的身体顿时撞在了石熊之上 爬满了石熊的圣藤 顿时像蛇一般活了过来 缠住了红头蟋蟀的身体 韩森则是已经飞退到了一旁 没有真的碰到那些圣藤 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像不一样 无被那些圣藤攻击 能不碰还是不碰的 转头看向红头蟋蟀 只见他滋滋怪叫 身体在圣藤之中挣扎 可是竟然没有能够从圣藤中挣脱出来 好厉害的圣藤 竟然连超级神生物的力量都挣脱不开 韩森心中暗子吃惊 红头蟋蟀挣扎了几下 没有能够挣脱 顿时只见他红宝石式的头顶光发闪烁 一样东西浮在了他的头顶之上 韩森仔细一看 那是一个直径约有1米的红宝石齿轮 齿轮出现之后 立刻高速旋转了起 如同切割机式 切在了捆着红头蟋蟀的圣藤上 坚硬的圣藤 竟然硬生生被切开 手臂粗的圣藤 只是用了几秒钟时间 就被那旋转的红宝石锯齿切断 韩森二话不说转身就跑 他根本不是红头蟋蟀的对手 附近又没有众多的生物 可以提供给精力基因和力量 镇压红头蟋蟀 留在这里就是等死 趁着红头蟋蟀还没有完全脱困 韩森只想有多远跑多远 最好等红头蟋蟀切开所有圣藤之后 已经找不到自己 可是事与愿违 韩森才跑出没多远 就听到后面滋滋声大作 红头蟋蟀已经脱困追了上来 更可怕的是 那个红宝石齿轮还在红头蟋蟀头顶旋转 这次再被他追上 处境只会更糟糕 韩森拼命地跑 却挡不住红头蟋蟀距离他越来越近 更让韩森郁闷的是 地下空间前面竟然到了尽头 韩森来不及多想 转身准备往回冲 可是却看到那只红头蟋蟀 已经在不远处不是单单地盯着 不过并没有往前冲过来 韩森正有些疑惑时 宝却突然叫道 爸爸 你看后面 后面不是石壁吗 韩森心中疑惑 不过还是转头看向了后面的石壁 这一看顿时让韩森大吃一惊 石壁上面那些凹凸不平的地 看起来好像是一块块木盘大小的石头 可是现在韩森才看到 那些并不是石头 而是很像石头的贝类 那些石头一样镶嵌在石壁上面的巨型贝类 这时候已经张开了贝类 露出里面鲜红色的软肉 延连好几百女的石壁之上 到处都是这种石头贝 他们此时全顾张开 露出散发着荧光的红色软肉 那场面极诡异又壮观 而且在一些石头贝的里面 韩森还看到了类似珍珠一样的珠子 红红金银粉红 看起来非常漂亮 韩森可没有要踩珍珠的念头 虽然不知道那些石头贝是什么等级的存在 可是红头蟋蟀指不不前 一定有它的原因 用洞悬气场扫描了一下 韩森发现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贝 都只有原始级和变异级的水准 还有一些能够达到神穴级的水准 这样的水准看起来似乎并不具备 让红头蟋蟀畏惧的字笔 不知道为什么红头蟋蟀会持不不前 韩森现在确实有些进退两难 后面有红头蟋蟀底在那里 前面又是死路 还有一强的石头贝 虽然说等级不算很高 可是连红头蟋蟀都不愿意靠近它们 肯定是有什么古光 那些石头贝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力量 让超级神生物都为之畏惧 正在韩森思索的时候 就看到那些石头贝内的软肉 好像舌头一般慢慢伸了出来 而且越伸越长 仿佛可以无限延伸一般 韩森看了看那些石头贝伸出来的软肉 又看了看红头蟋蟀 毅然地拔出太阿剑 斩向了一条伸过来的舌头 这些石头贝的生命契机不强 就算有什么威胁 韩森也能够想办法用 而那只红头蟋蟀 确实怎么也打不过 太阿剑的锋利度在第四庇护所 已经没有太大用心 不过太阿剑的坚硬度 即便是在第四庇护所也一样好运 只要力量足够 还是可以发挥出不索的威力 以韩森的肉体力量 配合上太阿剑 这一剑下去 顿时把那舌头一样的软肉斩过 被斩下来的一截软肉掉在地上 像蛇一般挣扎了几下 随后就没有动静 软肉剩下的部分 则留着粉红的液体 缩回了贝壳之中 果然只是变异极生物 这些石头背比他想象中还要弱一些 韩森手中太阿剑挥舞 把身上他的舌头都给斩过 不一会儿就斩断了很多的软肉 那些舌头一般的软肉 也不敢再向他这边伸过来 这些石头背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能力 力量也很弱的样子 红头蟋蟀到底在怕什么呢 韩森思索着看向红头蟋蟀 发现红头蟋蟀竟然正在后腿 又离时避远了一些 韩森顿时心中一领 知道这些石头背 一定没有这么紧待 没等韩森回过头来 忽然感觉整个大岩洞都摇动了紧 好似地震了一般 上面不停地有石头掉落下 韩森躲开了那些掉落的石头 稳住身形之后转头看向了石笔 这一看却让韩森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满脸都是惊骇之色 转身就冲向了红头蟋蟀那边 现在韩森终于知道红头蟋蟀在畏惧身 他宁愿面对红头蟋蟀 也不愿意招惹那么恐怖的东西 韩森身后那数百米长的山地 竟然横着裂开了一条缝隙 宛若地狱裂开得大股 里面有着血色的光滑透出 好像能够吞噬一切生命 整个石壁竟然就是一个巨大的石头背 那些小的石头背 就是长在他的身上 巨大石头背王张开了数百米长的背 里面血红的软肉卷了出来 几乎像是血色的海水似的 瞬间就把大半个岩洞都给拨了 韩森根本还没有来得及逃掉 人已经被那软肉卷住 那只红头蟋蟀也是一样 被软肉卷住了之后 就被拖向石头背之中 软肉上面有一种银叶 红头蟋蟀被粘住了之后 既然正脱不开 立刻就使用它的红宝石齿轮去切割软肉 红宝石齿轮果然厉害 一下子就把软肉切出了一个大岗 可是同时周围如同水流一般的软肉就拥不过 包裹住了红宝石齿轮 红宝石齿轮旋转起 如同切割机一样无间不摧 可是软肉从侧面粘住了它 最后被死死粘住 再也无法旋转 韩森手中的太鹅剑劈了两下 把卷着它的软肉切开了一个口子 顿时就从里面钻了出来 那些粘性液体 对于韩森的超级地灵之身却没什么用途 韩森背着跑飞天而起 想要冲出眼洞 可是那汹涌如水流的软肉一下子就又涌了起 想把韩森拖入其中 韩森左冲右 还是没有能够躲开 又被一浪又一浪的软肉卷住给拖了 软肉像是睡袋一样 把韩森和宝宝捕在其中 韩森手脚全部被束缚 根本连动也动弹不得 更不要说把软肉切割开 血色的软肉好像退朝一般涌向石头被王的背壳之中 数百米长的裂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地狱血兽的大人 要把韩森和红头蟋蟀都给吞噬进去 韩森不知道石头被王所杀人 这些软肉只能困住自己 却杀不了人 若是被拖住背壳之中 那就不好说了 韩森全力挣扎 却根本挣扎不动 软肉毕竟是超级神生物的肉体 纯靠力量的话 自己还是差了不少 韩森看了看红头蟋蟀 只见他已经拉入了贝壳之中 在那贝壳里面有一颗巨大的血色珠子亮了解 那应该就是石头被王孕育的珍珠 直径足有好几米 看起来如同一株巨大的血色夜明珠 而当红头蟋蟀被拉入贝壳之中后 那颗被王珍珠就亮了解 放射出一种骇人的血光 血光就在贝壳之中涌动 好像有生命一般 却没有从贝壳中露出分毫 血光照在了红头蟋蟀身上 顿时把红头蟋蟀全身都染成了血色 红头蟋蟀被那血光一照 那坚硬的超级神生物假装 竟然像是钢铁遇到了王水似的 开始腐烂融化 韩森看得大为惊骇 连红头蟋蟀那么恐怖的生物都挡不住血光的照射 自己要是被拉了进去 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吗 眼看着就要被拉入了贝壳之中 可是韩森怎么也挣脱不出来 按到完了 这次真的惨了 还连累了宝 转眼去看一旁的宝 却见宝的小身子一跳 竟然从软肉之中紧出去 站在软肉上 好奇地看着贝壳里面的血色球体 宝 把炸弹箍丢进去 韩森把最后的一颗超级神兽魂炸弹箍转给了宝 对着宝大叫 宝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过还是眨了眨眼睛 把那颗超级炸弹箍召唤了去 往贝壳里面用力甩了过去 几乎是在韩森就要被拉入贝壳之中的场 那颗超级炸弹箍落在了贝壳之中 韩森原本期望着炸弹箍爆炸之后 能够让他逃过一几 可是炸弹箍砸在软肉上 不知道是因为那肉太软了还是怎么回事 炸弹箍竟然没有爆炸 去 哼爹啊 韩森惨叫一声 被拉入了贝壳之中 血光照射在他身上 让韩森感觉像是一下子跳进了油锅里面 全身都疼得难受 几乎没有犹豫 韩森瞬间召唤出了遮天伞挡在头顶 遮挡住了血色光滑 可是在血色光滑之下 连遮天伞都开始被捕食 看起来也坚持不了太久 青铜基因核的等级还是太低了 能够在超级基因核面前抵挡片刻就已经很了不起 韩森心中念头急转 拼命地在想逃生的办法 可是身体被禁锢着 他连手指头都动不冷 根本逃不掉 血光似乎让宝爷很不舒服 宝爷走到了遮天伞下 爸爸 这些血光好讨厌 你们出去吧 韩森暗自哽笑 他也想出去 可是他出不去 咬牙让宝先出去吧 爸爸一会儿就出去 爸爸不出去 宝也不出去 宝却摇头 韩森正想说什么 却突然感觉身体一松 软肉竟然把他放开了 让他恢复了自由 韩森顿时大喜 这并不是石头被王大发善心要放了 而是贝壳已经关闭 他已经逃不出去 软肉放开了 只是为了让那血球的光滑 能够更好地照射在他的全身 好把他的身体快些削弱 那只红头蟋蟀也一样被放开 只见他拼命地撞击贝壳 却也没有能够把贝壳撞来 而他的红宝石齿轮基因壳 还是被软肉包裹 看来石头被王 也怕红头蟋蟀使用红宝石齿轮 把贝壳切开 这天散被腐蚀的已经快要出现破洞 韩森没时间再考虑那么多了 有什么可能性都要试一下 召唤出金蛋落在手里 手臂向后拉伸到了极限 向着落在软肉上面的炸弹箍甩了过去 金蛋似是流星般狂暴地冲击过去 刹那间就弹到了炸弹箍上 韩森一把暴住保护道在软肉上 用遮天散固住了身体 尽量地向贝壳的边缘滚去 他并没有祈求炸弹箍立刻炸弹 因为距离实在太紧 如果炸弹箍在这种距离爆炸 恐怕连他和遮天散都要一起被摧毁 超级炸弹箍的威力 绝对是非常恐怖的 金蛋撞击在炸弹箍上 炸弹箍并没有立刻爆炸 而是被弹飞了起 而且还飞向了血色大珍珠的方向 韩森顿时大喜过望 他还是赌对了 炸弹箍落在软肉上面没有爆炸 他被金蛋的力量影响变软 没有被撞击爆炸 这正是韩森所需要的 眼看着炸弹箍撞在了血色大珍珠上 可是因为他已经被金蛋变软了 这一次同样也没有爆炸 可是那枚金蛋在贝壳之中经过数次反弹之后 正好又撞在了弹回来的炸弹箍上 炸弹箍受到了金蛋的二次弹击 顿时被消除了变软的特性 再次撞击在了血色大珍珠上 韩森不敢再看 抱着宝趴在软肉上面 听听想要把身子钻进去 好让自己和宝儿少受一点炸弹的冲击 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把软肉和贝壳一起炸开 化为巨大的蘑菇云生藤而起 韩森只感觉身体像是在海浪中被抛飞了起 像被火车撞击似的 这片伞敌挡了大半的力量 直接被撞了 韩森只感觉胸中气血翻 在空中就已经鲜血狂喷 也不知道撞在了什么东西上 韩森只感觉撞得头冒金心 头都猛了 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疼得难受 脑子里面好像有什么声音响起 可是他哪里还能顾及那么多 只是死命地抱着 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多挡住一边伤害 过了好一会 韩森才感觉脑子好一点 眼前依然惊心乱产 耳朵里疼嗡嗡乱想 全身都疼得像是被撕裂了一满 不过韩森知道一点 他还没有死 否则就不会有这样的痛苦 不过同时韩森也很清楚 自己受伤很严重 艰难地睁开眼睛 红一道眼缝中模糊地看到宝在他面前 一脸焦急地呼唤你 爸爸没事 韩森艰难地开口说道 刚说了两次 就从口腔中往外溢出了血水 呛得他咳嗽不止 越咳胸中就越疼得厉害 不过这疼痛却是让韩森又清醒了一些 听力和视力等各种感觉也渐渐回到了他的身上 想要凝聚力量使用动旋气质 却发现全血虚弱的力量 根本凝聚不起力量 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才发现全身到处都是伤 骨头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手臂和腿都扭曲着 没死真的是命大 精弹和遮天散在那恐怖的爆炸之中都被摧毁 也因此令他伤上加伤 身体内部也毁坏的力量 爆炸产生的威力远比韩森想象中的要大 好像不只是炸弹箍的威力 那个血色大珍珠在被炸弹箍炸开之后 也发生了爆炸 两股力量交叠 还产生了这么恐怖的力量 现在韩森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眼睛好像也肿得力量 只能勉强睁开一条缝 流进来的血水 还让韩森的视线好像染上了一层血色 艰难地往四周打凉了一些 脑袋转了转 脖子就痛得力量 令他难以自制的痛苦声音出声 好像颈骨也断了 还好他是半神 身体强悍无比 换成普通人早就死 爸爸 你没事吧 宝敦在韩森旁边 小脸上满是痛惜之色 我没事 你有没有受伤 韩森说了两句 又忍不住咳了起 鲜血从嘴里面咳出来 胸腔里面像鼓梢一样难受 宝没有受伤 宝连连摇头 又把小嘴凑进韩森身上的伤口 轻轻吹着说道 妈妈说吹一吹就不疼了 爸爸好多了 韩森看宝确实没事 也安心了不舍 他的伤还要不了他的命 只要没有其他的敌人就好 韩森为脱困 引爆超级炸弹箍 成功将贝壳王击杀 不过自己也受到波及 受伤不清 此时缓过来的韩森目光 打量着四周 只见到处一片狼藉 并没有其他异生物的存在 韩森常常松了一口气 准备把独角马召唤住 带自己离开再说 可看了一眼自己滚海 却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红头蟋蟀 我竟然获得了红头蟋蟀的兽魂 韩森看着那个身影 心中顿时一喜 看来是庇护所的规则 认定自己杀了石头 被亡壳红头吸损 刚才在爆炸的时候 好像听到了有猎杀的提示音 可是那时候根本没有听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还捞到了一个超级神兽魂 不知道是什么类型 韩森目光看向了红头蟋蟀兽魂 超级神兽魂红金蟀 宠物装甲型 韩森微微一正 好久没有看到过宠物使用的兽魂 这要是给小天使套上 能够大幅度提升他的战斗力 可惜小天使还在进化之中 现在身上没有太过强力的宠物兽魂 不过就算是一般的宠物兽魂 只要穿上这个铠紧 都会拥有超神级的防御力 用来当肉炖也不错 你去找一种 看看被王和血精蟋蟀 有没有留下生命基因精华 韩森对宝说了一句 宝应了一声 飞快地爬了过去 不一会儿功夫 就从爆炸的中心处 捡了两块晶体 两块晶体都非常小 比前面三个庇护所不同 血精蟋蟀和被王的生命基因精华 竟然不再是一块单纯的晶体 他们的生命基因精华 看起来就如同他们自己的 迷你水晶雕像 只有拳头那么大 却是栩栩如生 韩森也是第一次 获得这样的生命基因精华 有些担心自己能不能吸收 不过他现在伤得太重 无力模拟蟋蟀和被王的契机 只能先收了起 血精蟋蟀的血肉没有影响 倒是被王的血肉流了下来 看着被炸烂后 依然堆积如山的软肉 韩森没有一点别的想法 根据以前的经验 一般超级神生物的血肉 对人类都没有什么好 倒是宠物和异生物可以食用 但自己身边也没有 带什么宠物和异生物 况且这些肉太多了 一时间也吃不完 韩森害怕这些血肉 会召来其他的异生物 不敢继续在这里停留 不顾身上的伤 就想要召唤出独角马 让独角马背着他离开这里 可是还没有等他行动 就看到一个身影 从炸开的石头 被壳大洞中钻了进来 韩森顿时心中一惊 只见爬进来一只墨蓝色鳞角 长相顾似鳄鱼的异生物 他钻进来之后 立刻就开始大口饲养那些软肉 似乎根本没有理会 韩森他们的意思 韩森现在也使用不了动玄器材 感应不出那只异生物 是什么等级 可是用眼睛看外形 别感觉他的等级应该不低 小心翼翼地召唤出独角马 韩森想要尽快离开这里 还好那只异生物 对韩森他们完全没有兴趣 一直在吞吃软肉 韩森强忍着身上的伤痛 爬到了独角马背上 独角马一跃就冲出 可在外面正有成群的异生物围 一眼看过去密密麻麻 各种异生物都有 那些异生物看到 韩森立马刺牙尖叫 像是要活蹲了他们一般 可是却没有谁敢靠近被亡壳 韩森连忙又控制着独角马 回到了被亡壳之内 很明显只靠独角马 根本不可能冲出那些异生物的围攻 回到被亡壳内 韩森让独角马 把他放在了角落里 就把独角马收了回去 以免刺激到那只异生物 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等级 可是外面那些异生物之所以 不敢进入被亡壳吞吃血肉 十有八九就是因为他了 就算用脚趾脱血 也能猜出他的等级 好在他对于韩森还没什么兴趣 全部注意力都在那些被亡的软肉上 韩森只能坐在那里 运转动玄晶慢慢修复自己的身体 希望早点能够好起来 想办法冲出包围 否则等到鳄鱼吃完了被亡软肉 说不定就要来吃自己 还好那些软肉太多 鳄鱼一时间也吃不完 韩森连忙运转动玄晶 下去自己的伤都没好 恐怕被亡肉就要被鳄鱼给吃完了 韩森思索着有什么办法 突然想到之前在那个瓷器室的蛋壳里 摘了不少生机很强 如同灵芝一般的东西 也许会对伤势有帮助也说不定 从绝情瓶内取了一颗出来 先咬了一点点糖而肠 那是灵芝一般的东西 入口立刻化为一股暖流入腹 扩散向全身 韩森感觉身体像是进入了暖气房式 整个身体热了起 受伤的筋骨和筋脉血肉也开始加快愈合 见识灵芝竟然这么有效 韩森又咬了一大口吞下去 顿时感觉身体内像是点了豆火炉式 暖流便及全身 那些伤口快速的愈合 不一会儿就开始结巴发痒 好东西 韩森原本只希望能够恢复一点生机和气息 却不想这次灵芝竟然还有这么强的治疗作用 倒是意外之喜 可惜一共也只有七颗 被我吃了一颗 现在只剩下六颗了 韩森在服下识灵芝 身体瞬间好转 直接回复到最佳状态 可身体虽然好了 鳄鱼和外面的兽群依然还在 韩森不敢打鳄鱼的主意 外面又有众多异生物 其中还存在超神奇的 怎么办 韩森实在不愿意躲在这里 他不能堵鳄鱼吃完被肉之后 对他和宝没兴趣 到时候万一鳄鱼对他们有兴趣 他们的处境就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现在冲出去 至少还不用与这只恐怖的鳄鱼一战 到时候说不定就是鳄鱼带着兽群围攻他和宝 韩森在被亡壳内暗中观察外面的兽群 希望能够找到冲出去的机会 可是却发现兽群越聚越多 冲出去的机会也越来越渺茫 不过韩森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开始的几天 兽群不敢太过靠近被亡壳 可是最近却越来越躁动 已经开始有一生物尝试着想要靠近被亡壳 有会飞行的一生物在炸出的大洞上面盘旋 不过被鳄鱼捅了一声 就都散开了 没有谁敢真的冲进来 看来他们迟早还是忍耐不住要冲进来 到时候想要吃独食的鳄鱼 必定与他们还有一战 我也许可以在那时候趁乱冲出去 韩森心中暗闪 现在冲不出去 只能在被亡壳内修炼兵机 玉骨术和洞玄晶 好早点把金盒和遮天散重新凝聚出来 重新凝聚基因盒 比第一次凝聚要容易很多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而已 那两个生命基因精华 韩森也尝试过吸收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始终没能将其吸收 模拟了被亡和血精蟋蟀的气息流转也没用 不知道是因为韩森的模拟程度太低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韩森研究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研究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他发现生命基因精华内的生命波动很奇怪 与他以前见过的有些不同 就好像这两个生命基因精华不是单纯的力量结晶 更像是一种在孕育中的生命 奇怪 被亡和血精蟋蟀都已经死 他们的生命基因精华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生命气息 就好像是还没孵化出的卵一样 难道说生命基因精华 最后能够化为生命一般的存在吗 韩森心中暗自猜测 可是却无法正视心中所写 两天后 兽群内的异生物越来越暗淡不住 有大量会飞的异生物在破口上面弹血 其他异生物也都已经爬到了贝壳上面 从破口边缘向你张望 眼中满是饥渴与贪婪之色 可是却依然不敢冲进 不过鳄鱼的吼叫 已经有些不太管用了 不过他也没在意 只要那些异生物不进来 他也不去理会他们 看来他们也忍不了多久 应该会冲进来 只是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 韩森心中暗自嘶嘶 又过了几个小时 韩森听到外面传来了嘶嘶的声音 兽群让开了一条路 只见一只四蛇飞蛇 四龟飞龟 龟身舌头 头上面还长着一对鸡脚的异生物 从贝壳壳外面爬了进去 没有任何犹豫 他直接钻进了贝壳壳之内 蛇龟这么一进 其他的异生物也都跟着钻了进来 场面顿时完全失控 潮水般的异生物涌进 如同一头头饿狼似的扑向了贝王肉 原来他们在等着一只蛇龟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韩森心中暗喜 场面越混乱对他就越有力 潮水般的异生物涌入 顿时惹恼了鳄鱼 只见鳄鱼一声咆哮 一把骑行大剪当式的基因盒冲了出 那剪刀通体惊癌 如同鳄鱼的嘴一般带着可怕的锯齿 一剪之下 顿时把好几只异生物都剪成两半 剪刀咔嚓咔嚓在兽群中连接闪 几乎无间不摧 任何一生物或者基因盒 只要碰上他就被一剪两段 根本没有任何悬念 就连超级神生物也都是避而不战 闪出了鳄鱼剪的攻击范围 不敢与鳄鱼剪正面战斗 甚至都不敢放出自己的基因盒 与鳄鱼剪对抗 难怪之前他们都不敢剪 鳄鱼的基因盒实在太霸道 什么都是一剪两段 简直就是无间不摧 鳄鱼比血精蟋蟀的那个红宝石齿轮还要可怕 韩森心中暗惊 不过又忍不住向着蛇龟看去 那些一生物一直等到蛇龟到了 才敢跟着他一起进来 想来蛇龟应该可以和鳄鱼对抗吗 韩森目光落在蛇龟的身上 却见他根本没有去管弃他一生物的意思 如同蛇一样的上半身扭动 卷住了一大块软肉 张大的嘴巴吞噬被亡肉 鳄鱼顿时怒了 对着蛇龟咆哮一声 随后只见鳄鱼剪向着蛇龟身上剪了过去 要把他也一剪两段 蛇龟不光不忙 依然还在吞噬被亡肉 可是身上却泛起一光 一个青铜骨中飞了出来 顾在他的身体上方 挡住了鳄鱼的大剪刀 只听一声金铁交鸣 无往无力的鳄鱼剪 竟然没有能够把青铜骨中一剪两段 蛇龟在青铜骨中的妇佑之下 继续吞噬被亡肉 其他生物也都趁着这个机会冲了进去 韩森正欲趁乱冲出去 却突然看到天空中闪过一道剑光 顿时只见满天鲜血残雨飞落 许多飞行生物都被斩杀 而正在争斗的蛇龟和鳄鱼 看到了内剑光之后 竟然也不打 连被亡肉也不吃了 一左一右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冲出了贝格 你还往哪里跑 韩森只听一个女子的声音从天空之中传来 随后就是一道剑光飞射向鳄鱼 速度实在太快 韩森都没有看清楚内剑光的主人是谁 剑光就已经到了鳄鱼身上 鳄鱼使用鳄鱼剑银向了剑光 想要把剑光剪断 可是剑刃还没有来得及得上 剑光就已经从中间穿了过去 只听一声彩叫响起 那强大的鳄鱼 竟然被内剑光直接贯穿了头颅 从空中摔落下 倒闭于被亡壳内 其他那些一生物也都是争先恐后的桃子 即便是超级神生物也不例外 一个个连被亡肉也亮 转眼间跑了个干净 感谢观看